今天又是礼拜四 真一老师的直播时间 大家吃饭 我今天有好几个单位 要跟大家做直播的项目 第一个项目呢 就是说我上个礼拜呢 有跟大家解释的 就是今年呢 有很多的意外 车关 气暴 火灾 我们来看看呢 这问题很大 来看看 天干雾燥水火灾必裂 有没有看到 那我们从这两天的报纸里面呢 看到很多的 像今天早上一大早 阳明山车关 这么大 49伤 而且连状飞22部车 所以我一直在提醒 我们的观众朋友 你们在开车的时候 真的要非常小心 有些时候呢 这意外真是突如其来的 所以呢 巨门双化剂的流月 你看我们在之前呢 五月份之前都没有这么大的意外哦 在这个月突然六月份 这么大的意外 而且今年 很恐怖的就是有两个 两个农历六月 双化剂月 所以呢 流年跟流月同时呢 在这个时候呢 都是双化剂月 希望大家呢 开车都要小心 今天一样 希望大家呢 赶快把老师的直播分享出去 我今天呢 送给大家呢 能够招财望运的 贵人的 桃花的 还有事业的 招财的 手链哦 很漂亮 看到没有 这一条外两千多块呢 那今天送给大家 还有呢 让大家招财望运的 这个梅花五地钱 就不花钱的五地钱 就你的钱都会存下来的 好不好 赶快按赞跟分享 不要跟 不要念舍的对老师按赞啊 我花这么多时间 制作这些节目 其实都在做公益啊 真的 希望大家呢 能够准时的收看老师的直播 那谢谢大家 对老师的支持 那接着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逢角商圈气爆 这是昨天的新闻 很清楚的 气爆呢 你看看 很严重啊 我天啊 所以呢 我在上个礼拜 一直在提醒大家 火灾不要太靠近 而且大家小心火灾 有没有 我很不幸的 预言成真 这真的很不希望这样子 但是 天干物燥 真的请大家 水火之灾这么烈的时候呢 要很小心 那你看 气爆 然后呢 花莲柴鱼博物馆 一夜烧光光 真的好可怕 全台湾 台中 花莲 台北 都有这么大的灾难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出外旅游 或者在家 或者你在做生意 出门的时候呢 那个火灾要小心 瓦斯要小心 瓦斯鲁要小心 好不好 希望大家呢 能够呢 谨慎的 把家务好 家庭非常重要 而且呢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真的非常炎热 走出去哦 好像是烤箱一样 真的 所以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 万一你的车子 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 开快车 另外呢 就说 车厢呢 车子呢 要检查有没有水 好不好 如果车子在冒烟的时候 千万不要再开了 真的 希望大家 要心平气渴的开车 而且呢 很多人呢 开车还会怎么样 下车打骂呢 真的很可怕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 讲一下呢 八月份 就国历八月 你们的求财挂 好不好 看看 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在八月份呢 能不能求到 好好的财运 你们现在这边 有八个数字 你们选一下 E是1363 B是2475 C是3902 D是4098 E是5189 然后F是6340 G是7082 H是8451 那么 你们赶快选一个 选一个号码 等一下会跟大家做解释 接着下来呢 除了这个单元以外呢 还有一个单元 就是要告诉大家 风水怎么摆设 风水摆设呢 招望好财运 好家运以外呢 也可以让我们自己的 事业旺旺旺旺 好不好 那选定了 选定要离手 那你们现在吃饭 老师一样 请你们把老师的直播 分享出去 有没有按赞 希望大家能够按赞 分享 我今天一样 送不同的东西 今天这个手链非常漂亮 我在我的官网上面 林真一的官网上面 是一条卖2000多块的 那你们呢 赶快 我会加码送 好不好 那今天呢 还有送这个 没花钱 没花钱 就是不花钱 你没有花钱 钱都存下来了 我相信呢 好天气要存下雨量 就是我们天气好的时候呢 要把钱存住 不要乱花钱 真的 没钱的时候很可怜的 所以呢 我们都要怎么样 好天气要存下雨量 有时候下大雨 刮大风 没有办法更做嘛 就像现在最近呢 好多农民啊 那个香蕉卖不动 好可怜 一斤只剩15块钱 我们真的要多吃香蕉 香蕉是好食物 所以呢 我最近买了好多香 交请同事吃 好 那 选好了没有 如果你选好了 我就开始要做解说了 如果你是选到 A的话 1363 好 对不起 我们看一下 1363是什么呢 来 心愿落空 另一波财务压力来临 业务面临考验 所以呢 你看看哦 你这一波的话呢 你在8月份的财运呢 要特别注意 这个财运上面呢 就是说超强的警讯 在8月份你有超强的警讯 财务有超强警讯 然后呢 与上司之间呢 问题重重 老板事业投资 需要谨慎 所以呢 不管你是上班族老板 你都要注意 不要随随便便的去投资 而且呢 钱财不要与人借贷 不能支票往来 然后呢 不要借钱给亲朋好友 钱不容易拿回来 做股票呢 也会若包子搭狗 有去无回 投机都不可以 投资也要小心 所以你如果有之前的一些计划 先缓一缓 好不好 你如果选到这样子 8月份至少你要缓一缓 好 如果你是选到B的话呢 2475 2475是从然希望 就是说你在财运上面呢 还不错 如果就一步一脚印 务实的面对难关 虽有一些难关 但是要面对 群测群力呢 功效会显著 就是一个人打拼会很辛苦 那就是说你要呢 用团队的精神在公司上面呢 如果在公司里面呢 你要加强团队的合作 那群测群力呢 可以扎根获利而为 不可过度消耗预算 就是说你在预算上面 也不能过度的 比如说我有一些可能业务预算 或者广告预算 那这个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你过度的消耗预算呢 也会让你无功而返 所以呢 上班族是有加薪的希望 那大家多努力咯 在这个2475选到的朋友呢 也恭喜你 虽然辛苦 但是还是可以有钱赚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是选到C的话呢 找到救赎的策略 好 那代表说你在之前呢 上半年财运呢 虽然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呢你已经在8月份呢 财务有亮点的转机 就是说你开始看到光明的前途 虽然有灵性的冲击 有一点点冲击 但不失策略奏效 你的计划呢 就可以开始有好的效果出现 另外呢 大工可以高层 那就说你的策略是很好的 所以呢 要好好的计划一下 那也不要太急躁 因为呢 你的策略要奏效的话 当然就要 也要加强你自己团队的努力 配合上级的政策 有时候上级给我们的指令呢 我们都配合一下 或许呢 他的经验法则呢 可以带动一些 我们的业绩 那业务上需要加强策略 就是说 如果是做业务的朋友呢 你在策略上呢 是要加强的 不可以太懒散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业绩就会突飞猛进 所以呢 也恭喜3902的朋友 你是要团队的 不能一个人太照顾 那当然一个人做也可以 只是你会辛苦一点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 4098的朋友 4098呢 磨练中震撼度提高 需要很加 需要加强磨练啦 那就是说 你平常可能 常常当医医美带子 或者你觉得 比较颓废一点 磨练不够 所以你要提高 那因为你 你这个磨练是比较有压力的 所以震撼度就会提高 财务有损 但不会影响大局 就代表说 你的钱财是会有一些损失的 可能有不预期的开销 或者 或者是说 你在这个时候呢 你有一些预算的支出 我要买摩托车啦 或者要修车啦 甚至有一些家庭的预算 比如说要换冷气机 换洗衣机 换电视机之类的 就比较大笔的开销 要支出 要换手机 例如这样的状况 会比较多一点 那或许是说 我想支出一笔去旅游 这样子 那所以你 另外呢 但是如果你是做投资的话呢 比如说你做股票基金的投资 你就要做好庭损计划 这个时候是不利的 你这样子偏财是没有的 就是说正财比较多 偏财没有 这样知道吗 所以你可以做好一些其他的计划 但是投机是没有钱赚的 下半月比较有获利的机会 就是国立的八月上半月 现在我们今天是七月二十 对不对 所以呢 还有七月份还有十天 那上半月 那还有将近二十天的时间 二十几天的时间 你在这二十几天呢 你的钱财还是比较会不顺一点 所以呢 呃干脆你有预算的话 在这个时候花一花吧 要不然的话你下半月 你就八月份的下半月 你钱财上会比较顺一点 那代表说你的计划 在那个时候就比较会有回收 好不好 那你的努力在那个时候呢 钱财也比较容易回收 接着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五一八九 如果你选五一八九的朋友呢 有贵人暗中助力 名的助力暗中助力都有的 那我等一下再做解说 因为呢 今天真一老师还蛮早起床的 所以现在呢 嗯想喝杯水 好不好 那你们吃饭 那我还是一样 在我喝水的同时 你们帮老师按赞哦 还有我要送东西 请帮我分享 好不好 谢谢大家 那我现在喝水你们吃饭 我等一下再来回来做解说 五一八九 好不好 还没选的朋友赶快选哦 好 选到五一八九的朋友呢 非常好运气 有贵人助力以外呢 财运有加成的效果 就是 哎 加倍 加倍 惩罚哦 不是加 吼 惩罚就是 搬好几倍 也说不定 一乘一是二 二乘二是四 那多好 那是加成的意思 加好几倍 阳光露脸 那这个时候呢 幸运及财运双0于八月份 所以你八月份呢 如果你现在有一些计划 要复制实现 或者你要卖一些东西的话呢 在这个时候要加紧脚步哦 那可能要赶快 赶快去联络 那你可能就很快 在那个时候呢 就会回收 钱财呢 滚滚而来 那精彩指数 爆充期 就说你在财运上面的精彩指数 事业指数 事业也会有爆充期 那业绩收入倍增 有红利加薪的机会 如果你是一个CEO 那你在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收 这个很好的业绩的长红表现 如果你是老板 你就有很大 大比的收入 如果你是一个卖场 那你这个卖场的生意特别好 那如果是店面 也这个时候呢 你的业务量特别多 那另外呢 比如说你做房地产的 那你在这个八月份呢 恭喜你 你前面耕耘的 在这个时候呢 有回收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是你的回收期 也非常恭喜你 那希望大家都在这个八月份呢 去选到5189的人呢 再加倍努力 当然努力是才能成功啦 你不努力还是不会成功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 你选到6340的朋友呢 你在八月份有什么样的财运 如果选到不好的 也不要气馁 因为只有一个月的运势而已啦 争议是非多于收益 所以呢 你在这个月呢 问题比较多一点 好不好 那所谓争议的话 就是说可能你在业务上面啦 工作上面啦 事业上面啦 会有很多的 不同于一般的状况 那你预期的 没有办法像你预期的那么好 那争议性比较多的话 就可能呢 会有跟人家有一些 对手的争执 或者你有一些 陈咬金的出现 小人总是在背后坐惯 上司亦不能体恤自己的 上司不能体恤你 然后呢 自己的财运又落空 所以呢 加薪无望 投资会不顺 那当然就是八月份要干嘛 好好的 做好一些其他的计划 因为运势 财运不好的时候 就是说 进修啦 然后呢 冷静的思考啦 韬光养晦啦 这样是最好的 或者呢 找一些运气好的朋友啦 同事啦 多多接近他们 听听他们的意见 也很不错啦 有些时候呢 运气不好呢 就是要冷静下来 也不要太过急躁 那财运不好的时候呢 在花钱上面更要小心 因为可能你有不预期的花卉 好不好 那这个 如果你选到6340的朋友呢 都要特别注意了哦 好不好 钱会不翼而飞哦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那如果你选到7082的朋友呢 那我们看一下 老板会临危寿命 压力很大 本来不是你的工作 也不是你的业务 老板呢 因为可能缺人手 然后呢 忽然间把这个单子丢给你 把这个业务丢给你 然后把这个工作丢给你 你会觉得 哇压力好大 然后斗志要加强 所以呢 你要像 像那个战斗机一样 好不好 今年是机年嘛 你要像战斗机一样 所以呢 你就要好好地 再加强努力一下咯 加强团队可有捷告 所以你在团队上面呢 可以多努力 而不是自己一个人 这个任何事情 都一个人自己在做 当然你自己的努力 也很重要啦 那险中会求胜 在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惊险出现 那没有关系 正财多于偏财 还是没有偏财 那没有偏财的话呢 我们就努力工作赚钱吧 好不好 实际很不好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台湾的经济状况呢 真的也不是太好的时候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什么 加倍啊 加倍加倍再加倍的努力 所以你不宜投机投资 股票 那当然如果你是老板CEO的话 你在做一些预算投资的时候呢 这个月你如果是选到7082 这一个半月 一个月又十多天呢 真的要小心哦 不要在这个时候下定 下什么决定 然后大笔的金额 在这个时候呢 可能或者开大笔的支票 这个对你来讲是比较不利的 过了八月份以后再说吧 那这样对你来讲可能会好一点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 你如果选到8451 好 八月份是收割 其实财运指数是会提升的 然后呢 斗智亦高昂 我以为你斗智很高昂 而且你因为你开始 会有一些好的回收 钱财呢会滚滚来 事业征战辉煌 那事业 哦开始看到很好的一些 美丽的远景 而且呢 真的也出现了好的一个状况 然后资产可以重新配置 如果你有些资产要配置的话 在这个时候呢 八月份你资产可以重新配置 业务财运会有提升 那代表说不管是公司也好 店面也好啦 你在个人的这个财运上面呢 都会提升你的财运 所以呢也很恭喜呢 选到8451的朋友 那这几个呢 就说这八个号码其实呢 不好的比较少 所以基本上呢 就说八月份呢 要接近七月了 因为我们今年有两个六月嘛 那六月呢 太阴化路当然 最近房地产有慢慢的回温 但是实际上呢 是不是很好 并不是那么好 高单价的 大金额的豪宅 还是比较难卖 我相信呢 很多人都想卖很大的房子 都比较困难一点 但是呢 对于大企业来讲的话呢 在这个时候也是艰困的时期 那所以呢 不管你是CEO 不管你是老板 那当然在八月份呢 也是要审慎而为 很多的投资案 在这个时候呢 都要审慎而为 那希望呢 我们台湾会越来越好 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赚到大钱 过得幸福安康快乐的日子 当然我们台湾要加油咯 那你们把老师的直播分享的话 一样哦 老师今天会送这个 很开心 让大家招财的 你看 如意招财的 皮修手链 很漂亮 有招财的 有事业的 有贵人的 跟桃花的 那这个不花钱的 梅花钱 这个叫梅花钱 这个叫梅花五地钱 可以挂在车上 你知道吗 行车安全重要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小小的 还有那个你看元宝 挂在车上呢 你做业务啦 或者挂在包包也很好 好不好 只要帮老师按赞跟分享 我就送好不好 没有限量哦 好不好 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对老师的支持 那么接着下来呢 还有一些时间 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风水 风水的格局很重要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下一张就是 善用风水物呢 来摆设 那招望富贵 望财运 好 风水如果弄不好的话呢 运势会比较差一点 如果 我现在运气比较不好 但是我风水摆得好 是不是运气又比较好一点 当然啦 对不对 好 我脸很暗 对我现在运气不好 我是要擦点粉呢 看起来让它亮一点 感觉不会那么 汇气 那么衰气 所以呢 你运气不好的时候 反而要擦点口红啊 擦点粉啊 那男孩子不擦粉怎么办呢 是不是 要洗澡 好不好 去让自己多运动一下 运动可以什么 消灾解恶你知道吗 因为运动也很好 晒晒太阳 让阳光 那个能量呢 加持在我们身上也非常好 我上次有教打地气 打地气非常好 假日的时候 今天真的要去打 把双脚放在地上 然后呢 去接地气 然后那个地气 其实我们的脚 我们去按摩脚底 对不对 那接地气是运气会变好的 好不好 希望大家呢 都能够朝财望运 然后财源滚滚来 然后身体也健康 好 接着下来呢 我们来看 怎么样善用风水的物呢 来召望富贵运 好 这一张呢 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我一个客户的风水 他在一楼 好 一楼的车户 大铁人在这边 他整排的大铁人 你知道这个房子呢 他老板呢 是一个会计师 他专门帮人在记账的会计师 那你知道会计师 因为文群话计 或者文昌话计 都会神经指导 而且很节俭 你知道吗 你不要看会计师 会计师是很节俭的 他平常算账 斤斤计较 对不对 然后一个钱两个钱三个钱 都好好的计算的 然后花钱也慢慢计算的 所以他非常的小心用钱 但是你知道他家里堆了一堆杂物啊 好可怕 我去帮他看房子的时候 真的又差点没昏到 我的助理喔 两个助理跟着我去 他们也差点没昏到 从进门开始 整屋子是进去就闻到 呃像那个垃圾厂的味道 然后呢有异味 然后呢有霉味 然后呢尘满应该是很多 然后垃圾一堆 从这个铁门一进来 来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整个都是垃圾 这边整个都垃圾 他只剩一个位置可以停车子 好那接着下来大门进来呢 他还有一个圆桌子 柜子 沙发 只有两个人可以做的 小沙发而且破旧 没有关系 破旧你要干净就好 但是呢 这整个桌上摆满了什么 杂物 在这边吃饭呢 我的天啊 我常讲哦 进门不可以建什么 建餐厅 对不对 好 两夫妻跟女儿都在这吃饭 你看多惨 然后呢 神味摆在面向里面 儿子媳妇回家睡的客房 他不是面向外面的 应该神味呢要摆在这 他面向客厅这边才对啊 结果他是面向里面 听说他也找了一个老师去忙 结果他你知道 他住那几年破财破的很严重 他去做很多投资都失利 而且 家运都不是那么好 儿子媳妇 儿子对他哦 真的 应该是 我讲起来应该算不孝啦 回来骂爸爸骂妈妈 我看在眼里哦 我那天看到他眼泪要流下来 所以我跟你讲 风水摆设非常重要 神味也非常重要好不好 餐厅 不能摆在客厅一进来的地方啊 拜托 很多观众呢 一直在问我说 那老师我客厅这样摆好不好 真的不太好 你买房子的时候 如果是这样拜托改一下 好不好 改一下 后来你知道吗 他这边有个柜子是不是 他的办公桌放在这边 这边有柜子 厨房在这边 好 一进来呢 你看办公桌又对着他的门 这个老婆每天坐在这边啊 你看老婆健康好差哦 那个脚也痛啊 身体也状况啊 连连啊 一大堆的问题啊 然后呢 柜子里面 一大堆脏东西 然后呢 厨房一堆脏东西 然后前门又对后门 这叫穿堂扎 看到没 厨房穿堂扎 老师看了好头痛哦 你知道吗 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那天我真的喔 回来喔 头痛了他将近一个礼拜 我当场有叫他改 但是呢 他隔了大概 将近半年 才把房子弄好 我最近又问他说 你房子弄好没 然后他清好了 一年了 后来我叫他办公桌 移到前面来 餐桌移到里面去 全部都给我清干净 那厨房这个门呢 放一个门帘 要不然我请他后门 放一个门帘 这边厨房全部清干净 然后客房 因为呢 其实他柜子是比较小 他进门的 就看到这个客房 那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可以看到 大门进 我有讲过 大门进来不能看到 房间的门 对不对 这很不好喔 那所以呢 儿子 一回家常常对爸爸很大声 对妈妈很大声 讲话很不客气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儿子 会那么的霸道 然后那么的不笑 怎么会对父母亲这样子 至少嘛 对 然后孙子带回家 都是这两个老的呢 两个老的在帮他带小孩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啦 真的喔 要小心啦 住房子 另外呢 这个房子的主人呢 还在赚钱 对不对 因为他在帮很多客户记账 那 请问 女儿没有嫁 可以住主卧吗 我常常讲喔 如果你的女儿没有嫁 不能住在主卧房 好不好 他的主卧房也堆了乱七八糟 好 门又对门 女儿对他也是一样 不要说赚钱给他啦 不花爸妈的钱都不错的 还是一样照花爸妈的钱 反正他一个老老头赚钱 儿子 媳妇 孙子要花 女儿也要帮忙花 反正在家里吃饭吗 然后呢 女儿霸占了主卧房 我告诉各位 这绝对不能这样子 如果你还在工作 你没有七老爸死 他大概六十几岁不到七十 那主卧房不能给女儿睡 女儿还没嫁 女儿应该睡到这个房间 那这个门呢 应该是怎么样呢 做一个门眼好不好 因为你没得遮嘛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小小的而已 那厕所进来这个地方还好 那这个主卧室的门呢 人家床又对着厕所 所以厕所还是要放个门眼 因为很多格局呢 受限于他原来的状况 其实我比较建议他的厕所的门 要改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改到这边来会比较好 就不会进来就看到 这个主卧跟他厕所的门 所以呢 女儿的钱呢 其实呢 也都是自己在花 有没有留住钱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想问 因为找麻烦嘛 老师也很累啊 如果我问那么多的话 我会很累啊 但是他 他 他精神上 我跟你讲 这个老先生精神上是有压力的 而且 常常都有一些齐奇奇怪怪的问话 我会很头痛你知道吗 所以我告诉各位哦 我们在洋宅里面呢 他犯了很多的忌讳 第一件事情就是 大门对着这个儿子的房门 好不好 厨房对着他的后门 而且 进来的餐厅呢 是不可以放在客厅的 客厅跟办公桌是要对调 神位是要放到这边的 后来我神位放他调到这边以后呢 他现在有比较好一点了 家里至少干净了 太太的病情也好多了 也比较不会那么严重了 至少改善了很多 我想呢 没有办法全部改嘛 因为杨宅他还是有很多东西 比如说健康要靠个人啦 女儿的饮食不改善也是没办法啦 不看医生也没办法 但是看太多医师吃太多西药也不好 对不对 其实从自身的饮食改善最重要 而且要运动 我常跟他讲说 请你老婆喔 有时候去走动一下 不要一直过在家里 那其实呢 老婆是一个很 呃很 就是很听老公话的人啦 一看就知道是家庭主妇 只是建议就是说 我们在杨宅学里面呢 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好不好 好 帮老师分享的没有哦 有没有按赞啦 谢谢 我还是要送东西 有没有送这个不花钱的好不好 没花钱的 没花钱的 挂在车上 好 挂在模特车上 或者挂在卡车上 好吧 挂在车上 或者挂在包包 好 你只要是挂在车上 我们可以预防今年农历六月的车关 好不好 老师会帮你们起伏加持哦 好 那手链的话可以招财 好 手链可以招财 好 谢谢大家 好 那接着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 好 这张呢就是我等一下好 呃 在后面呢 我有一些呃 怎么样摆设的 呃 图 双开的大门进来以后 这边摆个聚宝盆 皮修 这边藏有花卉 哦 有花卉的图 看到没有 然后呢 这边茶几这边呢 摆了一个什么东西 书桌摆什么东西 然后这边摆了一个皮修块 摆花瓶 哦 这个是示意图哦 给大家做参考 好不好 那接着下来呢 我给大家看一个 哦 呃 看一个 老师做的 零 现场的 嗯 好 现场的一些解说 大家好 我今天老师一直都在直播里面 教大家如何摆这些东西物 今天我们来到呢 实地 实地的梁宅里面呢 教大家怎样摆这些东西物 你们看到呢 这个玄关里面呢 进门的大玄关里面呢 有看到两幅画 这两幅画都跟花有关系 我们都知道呢 每一个梁宅里面呢 就叫花财 叫花蜜 叫花家间 所以呢 我们的房子的玄关呢 先画了两幅 很漂亮的花 而且是名家的花 接着下来呢 看到这个玄关呢 这个玄关呢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聚宝盘 而且上面呢 有一个开口像 是紫色的 紫色呢 当然是带贵人的椅子 富贵的椅子 富贵的方式 那你看到一堆大皮修 这是流淋的 当然你也可以带玉石的皮修 或者是其他的食材的 可以要的 白玉的啦 甚至呢 红药的啦 都可以哦 那当然所谓的材质就是 可以配合我们的八字里面来用 那你们必须要看到 后面还有一幅呢 就是那个心肌 半路不容易的院计 心肌就是可以哦 消灾结恶 从家律里面呢 常常有些时候呢 难免有好日记 有下日的时候 那家律也有七期 比如说 那等马上 最好的心情就发散 所以呢 这会把人的心肌 接下来呢 要看 要教大家看一下 你们在家里的聚宝盆里面呢 一定都觉得说 老师一直在讲说 聚宝盆里面要放一些什么东西呢 那这里面呢 我放了一百 一千六百八十块的钱币哦 其实已经掉下去了 没有关系 那代表说 我们的钱是为了一个负责 那这里面呢 要写上呢 包袋上面呢 要写上你的名字 写上你的地址 家里的地址 那比如说 你叫林某某 或者是地址在哪里 要写上去 这里面呢 你可以放一千六百八 刚才呢 存了钱在里面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千六百八十块 可以放在这里面 那当然你要放一百六十八几而已 就是说随个人的喜好呢 那当然放个月初 你也可以放外国的钱币 这个钱币呢 是个人所用的 当钱币用后 就把它包袋在我们的地址里面 因为家里都知道呢 你要存钱嘛 所以呢 在玄关五角做好 这样的一个风水的一个反正 好 家里呢 存了他们 接着下来呢 我带你大家来看一下客厅怎么办设 好 这个客厅呢 是很营养的 那 你们来看一下呢 在这个地方呢 沙发的旁边呢 摆了个风水球 那风水球呢 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的水 而且呢 风水球是柴源混混 还有凤梨 然后有五帝钱 那有两个元宝 一定要换元宝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就把它淋上去也可以 元宝代表什么柴源混混 你看这个是一直转动的柴水 那水一定要往我们客厅流 不能往外流 这样了解吗 你们的水流呢 一定要往客厅里面流 这样子的话呢 才会往家里面转动 好不好 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呢 一定要实际上 你们在摆设的时候 不要摆错 而且如果你要放在玄关的话 不能往客厅的外面流 这样你知道吗 一定要往客厅里面流 所以呢 我比较不建议说 你放在你刚才那个玄关的地方 就是摆在柯片里面的地方 不管你放在哪一个方位 那它这个是柴位大 这个房子的柴位在这边 所以我们就把它摆在这里 另外呢 你还可以再摆一对呢 小的皮胸 小的皮胸放在哪里呢 这里面有了花瓶 花瓶是代表什么呢 后会从前的意思 这两个花瓶是代表什么呢 这两个花瓶是代表什么呢 是代表我们的电视机的两侧 所以有两个很漂亮的方瓶 花瓶呢就是 这个平安的意思 平安又如意的意思 它有点像胡云 所以说代表平安 胡云也可以画大 也代表胡云 所以我这个家里 最好就是有这样的花瓶 那当然你可以放红瓶 接着下来呢 摆了一对这样的皮胸 皮胸有没有公跟母的 那这个皮胸呢 那当然你可以摇土地前 也可以放一张 放两张的那个召带骨 那这个皮胸呢 有两个人颜色不一样 因为代表公一瓶 所以呢 公的放在左边 母的放在右侧 这是水流离皮胸 水流离皮胸的话呢 也代表水彩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的客厅里面呢 基本上 可以把这些流离皮胸呢 擺设好 那当然 如果你要把玉石 跟皮胸也是可以 此料身 这个风水有关系的 家里有关系的 这些皮胸都会擺设好 皮胸就是这个 冰王大地的第九集 那它是进不出 所以呢 皮胸也代表什么 可以招采 我不能看到了 我面向的就是 它的玄关进来的门 就是说 你的皮胸是要面向玄关的门 而不是面向外面的阳台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在摆设的时候 绝对不能摆错位置 如果你摆对位置 这个家人就会常用 我们事业存心 然后呢 家庭就会够了 菜圆就会够了 谢谢大家 好 现在呢 嗯 老师呢 做实地的解说 希望大家都能够很清楚的说 知道 家里 我相信很多人的家里 都有什么 买一只皮胸啦 聚宝盆啦 聚宝旺啦 甚至呢 有很多的什么水晶洞啦 我相信很多人家里都有 那你怎么摆呢 要这样摆吧 那如果不懂的呢 你们在 呃 老师的FB上面可以问 好不好 老师会教学 那希望呢 我的直播呢 能够带给大家呢 一个 快乐的星期四以外呢 那也可以带给大家好运年年 那家运昌龙 事业兴旺 那 裁员滚滚来 那明天呢 12点10分 不要忘记 老师有惊喜的直播哦 请大家要锁定 那你们要帮老师的直播分享 我今天会送这么大的礼给大家哦 那这个呢 不花钱 梅花钱 这个叫梅花 绑起来像梅花一样 你们可以挂在车上 挂在摩托车上 甚至挂在包包上面 那我们在今年的农历 两个六月呢 这个意外事件这么多的时候呢 希望大家开车平安 然后呢 一切都如意 那朝财望运 那身体健康 一切平安 好不好 也今天谢谢大家呢 收看老师的直播 非常感谢大家 拜拜